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国真心VO 卫视时事 大家谈节目 今天是4月30号 星期三 好 各位好 我是宝申 随着亚俗共赏的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刺激着海媒外的味蕾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 同样引发持续的关注 有分析说 在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等多重危机当中 食物危机为当务之急 那么中国民众的舌尖出路在哪里 我们首先请专家进行分析 另外呢 5月3号是联合国的新闻自由日 就在几天前 中国著名女记者 联合国第一位新闻自由奖获得者高瑜 与外界失联 目前仍然下落不明 近年来呢 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因为揭露中国的苦难 而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 高瑜事件再次凸显 中国新闻自由的窘境 今天时期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也将请分析人士来一同讨论这个话题 不过首先呢 我们来关注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在纽约时报方面呢 我们看到纽约与华盛顿的司法人员 调查法国巴黎银行 以及瑞士银行的高管 是否涉及不法行为 伊拉克的骚乱降低了马利基胜选的可能性 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是 快船队老板斯特林被逐出NBA 终身不得参与比赛相关活动 俄克拉河马州执行死刑 出现差错 州长下令推迟另一起死刑的执行 核能公司爱斯隆 以68亿美元买下了Pepco电力公司 近日美国报 伊拉克在骚乱中举行大选 高涨的房价与贷款利率 让想买房子的人望而却步 快船队老板斯特林被逐出NBA之后 美国拳击手梅威瑟有意买下快船队 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根据华尔街日报与NBC电视台所做的民意调查 即使面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 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美国减少参与国际事务 最后是洛杉矶时报 快船队老板斯特林被逐出NBA 并且被罚款250万美元 国防预算以及航天预算的可能削减 促成了多家航天公司的合并 基金分子再次占领了另一座乌克兰城市 好 以上是今天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 今天重要内容的重要新闻的详细内容 星期三 伊拉克举行自美国2011年撤军后的首次大选 在严密的安全戒备下 伊拉克选民将选出328名议员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寻求第三次连任 在举行选举之际 伊拉克出现自2008年以来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马利基星期三在巴格达投下自己的一票 并敦促伊拉克选民踊跃投票 来自联合国和地方官员的数字显示 去年伊拉克有至少7800名平民被杀害 今年头三个月又有2600名平民丧生 伊拉克各地不断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 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袭击造成至少65人死亡 没有人宣称对这些袭击负责 但虚拟派激进分子被指为了破坏政治进程 而发动此类攻击 分析人士说选民们的投票意向 很可能由教派和种族因素来决定 预计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赢得多数议席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 数百名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 星期二在俄罗斯边界附近 占领了更多的乌克兰政府办公楼 他们占据了卢干斯克的检察长办公室 并且用盾棒和自动武器袭击了警察局 当地官员说警方没有抵抗 目击者称枪手在这座政府办公楼总部上 升起了分离主义者的旗帜 卢干斯克有45万人 现在看起来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 占领了东部的第二个州府 星期一亲俄反叛分子控制了顿涅茨克 并且定于5月11号 就是否脱离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 上个月克里米亚举行了类似的公投 那场公投导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 其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发动最新占领行动之际 正值有关方面重启释放 7名欧洲观察员的谈判 这些观察员上个星期在东部城市 苏洛文斯克被扣为人质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 失联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的事情 一家私人海陆勘探公司 表示该公司在孟加拉湾探测到 可能属于马航失踪客机的物品 这家公司的探测地点距离 澳大利亚西南沿海的 目前搜索海域数千公里 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山穆丁说 有关当局正在努力核实 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说法 但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认为 这家公司的报告没有价值 坚持认为目前的搜寻地点是正确的 调查人员确定目前搜寻区域的依据是卫星数据 以及据信是发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信号 这家澳大利亚公司利用图像和辐射技术 搜寻海底的物品 比如属于失踪客机的铝 钛和燃油 这家公司表示 目前还不能确定探测到的物品属于失踪客机 但是要对这些物品进行调查 另外在埃及方面 683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 因为抗议穆尔西总统被推翻 而被埃及当局判处死刑之后 一名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参议员 阻止美国对埃及提供军事援助 民主党籍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 是参议院负责外援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主席 他星期二表示 除非美国看到令人幸福的证据 表明埃及政府致力于法治 否则他不准备支持为埃及提供军援 莱希说 令他感到极为不安的是 埃及政府对人权的蔑视和司法系统 受到令人震惊的践踏 奥巴马政府正在放松一项 对埃及的军援禁令 这项禁令是去年7月军队推翻穆尔西 爆发暴力之后所实施的 美国当时正计划提供埃及 6亿5000万美元的军援 和10架阿帕奇直升机 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埃及外长法赫米 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时说 埃及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过渡过程 克里说埃及制定新宪法是积极的一步 但是判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 则令人不安 好 接下来关注一条美国的消息 NBA快船队老板因为种族主义的言论 而被逐出NBA并被罚款 美国NBA职业联球队快船队的老板 因为有关黑人的种族主义言论 录音的曝光而被赶出了NBA 形象NBA总裁希尔瓦宣布 快船队老板斯特林被禁止到 NBA比赛场地和训练场地 而且不允许他参与跟NBA有关的 任何商业活动 希尔瓦说他将敦促其他NBA球队的老板 迫使斯特林出售快船队的特许经营权 他说他相信会得到老板们必要的支持 这项出售需要其他29支球队中 75%的票数批准 希尔瓦还表示 对斯特林处以250万美元的罚款 这是NBA规定的最高罚款的数量 希尔瓦说 斯特林表达的观点很伤人很有害 他指的是斯特林在录音中要自己的女朋友 不要公开他跟黑人的联系 好的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美食高潮 不过呢 有分析称 食品危机是中国面临所有危机中的当务之急 中国居民的舌尖出路渺茫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K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随着雅俗共赏的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刺激着海内外的味蕾 甚至引发一轮又一轮的美食高潮 世界人口最大国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加震撼人心 有分析说 在中国面临的政治 经济等多重危机中 食品危机为当务之急 中国人口众多 粮食供应无法自给自足 食品质量更是令人忧心忡忡 那么中国居民的舌尖出路在哪里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将请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请您锁定收看 好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经济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 清莲您好 你好 好的 何女士是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 另外一位是中国的资深调查记者 龙灿先生 龙先生您好 你好 好 龙先生是通过skype在美国西部的洛杉矶 参加今天的节目 我们欢迎两位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551 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都可以拨打400120551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那么首先呢 我想请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 就是我想问问您 就是说到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 首先可能进入您脑海的就是说 这个像是毒牛奶之类的地沟油 这样一类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这些现象呢 只不过是一些表象是 远远不是中国食品问题的 这个最让人耸人听闻的部分 那么有一些分析讲的 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危机 像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 安全危机等等 其实呢 食品危机呢 是当务之急 那么有一说法说 这个呢 是中国的这个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所说 但是不管是谁讲的 您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讲这个中国食品危机呢 怎么样讲都不为过 因为呢 这个体制出了问题 第一呢 就是这个食品污染的源头多头化 第二就是这个监管体质 几乎完全失灵 食品源头污染的多头化呢 大概可以分两个层面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食品原料生产 本身就带有污染 这里又分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土地污染和水污染 导致这个中国的粮食生产呢 不可避免地出现污染 中国原来呢 的粮川主要是在这个两个三角洲 就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这两个地方呢 正好是重金属污染的重地 就是前不久 刚公布的污染数据呢 是三亿多亩土地 而且都是重金属污染 就主要来自于这两大三角洲 因为这两大三角洲呢 一个是外来企业 就是港台等外资企业的生产基地 一个是乡政企业的生产基地 那么就是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中国自己前几年 承认的污染粮食呢 是一千二百万吨 但是呢 从三亿亩的产量来看 根本就不知这么多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原料加工 这个过程不可避免的污染 那么就是 我们刚才谈到的毒流奶 就三具青汉呢 这只是其中 冰山一截窑 那么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呢 本来还有一道安全屏障 就是这个食品监管 但是这个食品监管呢 应该说在九十年代以后 就慢慢的失灵了 因为原来呢 是监管这些小企业 地下工产 那么就是食品监管 还有时候起一点作用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很多大型两企 国企 都就是食品加工的 都进入了这个制造 这个伪劣食品的行列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都是地方的税收大富 最后政府就击比了他放弃监管 放弃监管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粮食安全呢 这时候就是首先有国务院 在全国搞了三百六十多个 那个特供食品基地 然后再就是各省市 大型国企 大型银行呢 纷纷在这个自己的郊区 搞了什么呢 自己所在城市的郊区呢 搞了那个蔬菜特供基地 所以呢 就等于他们用这种方法呢 为这些官员特权阶层 租了一道这个粮食安全屏障 从此以后 中国的食品污染问题呢 就急于他犯人自流 好的 青年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谈 这个土地污染 粮食污染的问题 谈到这个土地污染呢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 全球著名的这个研究人员 他是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所长 莱斯特布朗先生 莱斯特布朗先生 在不久前 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的时候 就谈到了中国土地和粮食污染的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因为这些土地污染如此严重 已经造成了健康问题 比如癌症和其他由于污染物中的 重金属造成的疾病 当附近有火力发电厂的时候 重金属随着烟雾进入水利棺盖系统 最后被农作物吸收 所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好 今天在洛杉矶通过skype 参加我们讨论的呢 是中国的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 龙灿先生以前在成都商报的 深度调查部担任资深记者 他写过几篇很有这个分量 引起很大轰动的报道 比如讲复旦十八位旅友 被困黄山 还有陕西 华南湖丑闻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也请到了 龙灿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龙灿先生您在中国这个工作了很长的时间 不久前才来到美国 谈谈你对中国现在土地种子 食物污染的你有没有一些亲身的经历或者你曾经调查过的东西 这个就非常多了 我从2001年开始调查关于土地污染水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的问题 经历了很多次重大的采访 我们就做一个职业记载来说真的就感觉没什么出路 比如2001年我们就对成都周边的稀土厂的污染进行调查 根据当时的成都理工大学给我们提供的这种检测 我们发现在相关工厂的周围呈辐射状的这种污染 表现得非常突出 就是距离工厂越近的地方 它的这种污染的指数越高 最关键的是当时我们调查的这个工厂 它是生产稀土的 其中某些元素土232的这个辐射的半衰期非常高 是10的 10的好像是20次方还是多少 也就是说要几百万年之后 它的那个辐射才能衰减到一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当时我印象非常深 我们拿到这个检测数据的时候 当时参与检测的一个老教授 自己都吓住 然后他不敢把这个结果给我们 尽管最后这个工厂在我们的报道下 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力量的推进下被关掉了 但是它对周边的土壤造成的污染 到现在是没有人去关心 也没有人去进行追踪的一些调研 甚至是一些检测 当地的老百姓很清楚 他们已经被污染的土地 里面的一些比如带有放射性元素的东西 肯定会进入生物凶返 但是谁都没有办法 老百姓没有办法 检测部门直之不理 后面我们也专门找到了一些 关于检测辐射的一些机构 一些政府机构 但是给我们的一个答复就是 那是国家机密 我们不能再继续采访 然后这个事就不了了之 最后我们也到盆州的一些蔬菜基地 专门去了解就是所谓的一些核废料的保存地 但是我发现周边所有的老百姓都不知道 他们居然和那样的东西在一块 就是说那样的蔬菜基地周边就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核废料处理 处理点 老百姓不知道 消费者更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写报道 写出来的报道直接就墙壁了 甚至写都不允许写 这就是其中一个地方我们发现 至于说三聚清安独流来事件 我想那就大家都非常熟悉 但是这个事情给我的感触很深的 不是说这些造假的人有多 有多么的坏 而实际上是监管的人有多么的糟糕 我印象很深 毒流来事件发生以后 我赶到石家庄采访 我发现公布的 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些情况 实际上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比如他们公布 不发商贩在其中加入了三聚清安 增加那个流来的蛋白质 实际上如果只是添加三聚清安的话 他的那个综合检测 钢物质这一块就不会达标 在几个必须的检测指标当中 任何一样增加 其他的就会降低 他不能平衡 不能平衡的话 对于奶龙或者是收奶的生意人 他同样是没有利益的 他同样会给他定很低的这个等级 他的收入同样会受影响 所以他们还会加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个元素当时我们采访过 但是很遗憾 我现在记不住那个叫什么 但是当时我的稿子也被枪毙了 枪毙稿子的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不能百分之百地拿出这个证据 甚至拍到这个污染物 这个稿子就是有风险的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 但是我们都知道 明明矛盾已经出现了 他用一个永远你无法完成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指标 很体面的把这个稿子给你毙掉 实际上 好 谢谢龙先生 非常的触目惊心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的是 舌尖上的中国食品危机 为什么说是迫在眉睫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 400-120-0551 400-120-0551 请您拨打热线 接下来我们来听几位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官员被污染到什么程度 99%的贪腐 官员贪腐 那么食物 水 空气 就被污染到什么程度了 也就是99%的被污染 证据就是官员不公开财产 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 被公开判刑 官员有特供 官员的亲属移民 包括官员自己 这是苏共体制的必然结果 好 谢谢 如果体制不改变 一切都无法改变 谢谢 再见 好 谢谢山东孔先生 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呢 其实是凸显更加深层的 这个政治结构问题 好 接下来一位呢 是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反映这些 食品安全问题 反映到科学发展的问题 胡锦涛讲过 科学发展观 什么叫科学 就是中国在某些方面 确实还缺乏对科学的重视 比如说 现在媒体宣传的什么正能量 其实咱们学过 物理都知道 能量守护定律 从来没有正能量和负能量 能量就是能量 怎么还有正能量 这是违反科学发展观 既然违反科学发展观的东西 就必然造成一些有害的东西 谢谢你们 好 谢谢 接下来问的是大连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喂 你好 听讲 以上二位专家已经讲了很多 我又不想再说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监管部门 他们是在监管谁 当他们发现有些毒品 在生产或者在释放的时候 他们反而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高兴呢 他们可以恋财了 这时候他上面的保护伞 就会给他制造很多的条件 他们在下面保护这些毒品的生产 和放射这些东西的这个厂子 所以呢 这里他要考虑他体制的问题 就是说监管部门上面还有个保护伞 当监管部门要出了问题 保护伞呢 就会把它调换一个工作岗位 这样呢 他们层层保护 所以中国就这些问题 不仅是食品的问题 而是整个政府各个部门 都是这种方式 我以上就说这些 好 谢谢大连的张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何清莲女士 来回应一下 那么几位刚才的这观众朋友 以及龙灿先生都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现象呢 其实很重要 就是一个监管不利的问题 那么除了这些人为的因素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自然因素在内呢 自然因素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中国的这个污染呢 已经到了一种海陆空立体污染 然后就通过这个自然循环 再继续污染吧 但是在中国来说呢 应该说这个 怎么样说呢 就是这个监管体制 确实有问题 因为这个监管和被监管对象吧 形成一种利益共谋结构 这个不止在这个 防保问题 食品生产问题 还有在这个金融部门 各个部门都是这样 每一个凡姐呢 只要有监管 就多了一个行出的机会 这个呢 从这个中纪委办的案子中间 归一下内 就知道很多处在这个监管部门 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吧 这个食品污染问题呢 确实呢 一个呢 是中国的 受到这个自然资源 和人口压力的 这个因素的约束 人口这么多 那个粮食生产的地 只有18亿亩 18亿亩呢 从前有好多盐碱化 沙化 还有就是满街化 还有污染的 各种各样的地 所以就这个 粮食生产本身呢 是没有什么情力 而且呢 受到很严峻的约束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呢 这个粮食自给率呢 在去年已经降到 80%出头一点 那么就是主要粮食种类 这个玉米小麦大豆 已经全部成了进出口国 同时也是世界上 第一大的稻米 那个进口国 在这个情况下呢 中国的粮食安全呢 一个是质量问题 一个是数量问题 这个数量问题 就是这个国际市场 波动的影响 所以中国的粮食生产 粮食价格呢 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一点呢 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现实 是 龙范先生 刚才我们讨论一下 土壤污染 特别是土壤 受到重金属 和其他化学工厂 这个排泄物的污染 除此之外呢 据我们了解 中国的污染 还表现在其他的方面 比如讲化肥的 使用的过量 农药的使用 特别是有些 剧毒农药的使用 还有更为严重的就是 对食品和动物 这些激素的来使用 据我看到一些文章 一般的生猪生产 要一年的时间 在中国三个月 猪就长成了 完全靠激素来催的 养鸡一般要半年 才可以成活 可是在中国 28天 鸡就可以上架来出售 有很多的鸡 甚至不能见强光 不能听到打雷 否则一片片的死去 因为他们吃很多的药 吃很多的激素 这些情况你能给我们谈一谈吗 这个非常普遍 这个想到这一点 说实话 我都很庆幸 我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居然还能够活42年 是 你刚才说到这些问题 比如猪肉 瘦肉精 可以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每次你看到屠宰厂运来的猪 它们连站都站不稳 但是你放心 这样的猪 它肯定会通过检疫 经过屠宰 然后流入市场 其实 巡捕局 对这一块 它有一个常设机构 叫屠宰办 他们完全有能力 把这样的东西 拦截在屠宰厂之外 这是目测就能发现的东西 但是你放心 它们绝对不会拦截 为什么 因为一旦拦截的话 就会出现大量的这种 所谓的 他们所说的食品安全恐慌 这样的恐慌一出现 就会导致所谓的养殖妇受损 然后就会导致 怎么怎么所谓的社会不安定 他们会用一连串的理由 把一个非常简单的 单纯的学术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 变成一个所谓的政治问题 你说的那个 关于吹肥那个所谓的鸡 岂止是鸡 鱼 为了保证存活率 为了提高所谓的产量 他们会在里面加入那个 孔雀石鱼 在池塘里面 会用大量的发学元素 所以现在在中国 不要说一般的市民 吃不到安全的东西 就是很多官员 他们自己说实话 如果级别不是足够高 他们也是吃不到的 他们自己很清楚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任何一个管理部门的人 他们都知道可以在哪去发财 很简单 找一个生意最好的餐厅去检查 他们就能发财 去年我就采访过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这些管理部门的人 到一个生意非常好的店里去吃饭 然后就走的时候 又想免单不给钱 在那天老板不在 老板的小公子说 你吃了饭怎么能不给钱呢 然后他们就非常不高兴 给了钱走了 然后第二天带出大批的队伍 上门检查 成都市饰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他们就上门检查 查了21家 家家都有问题 他们的原材料全是有问题的 鱼里面就有孔雀氏铝残留 猪肉就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残留 然后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先是发通知 请递交材料 说你们的原材料购置哪里 所有的老板都迅速地 把那个原材料的购买地的资料 发过去 发现这些所有的原材料 都来自正规的市场 就来自成都最大的一个市场 就是双流北加的一个市场 然后既然如此 说明这些经营富 他们就是无罪的 他们就是没有责任 但事实上不是 他们就根据 因为我们中国的法律 它有一个非常幽默的事情 它首先在制定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人 所有的公民 所有的人民 置于有罪的地步 先进行了一个有罪设定 对这种餐饮的管理也是这样 其中有一条非常有趣 就是说所有的经营业主 必须要在购买原材料的时候 要要求对方出去 经过检疫检验的依据 但是压根就没人去检验 如果你一定要人家出事 OK 所有的餐馆你不用经营了 你也买不了原材料 你根本就买不到 那只有委屈求全 我也不要你给我提供了 我就在那里买 你给我一个收据 但是检查部门就是说 你首先就违反了这一条 至于你是不是受害者 我们不关心 你已经违反了这一条 按最高的规定 罚款5万 然后这就出现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被罚款的人 如果你试图按照法律规定 进行申诉 法律规定是可以有申诉的权利 那你的麻烦很快就来了 如果你不申诉 你早上门去向他们求情 向他们按相操作 比如发款5万 我能不能私人给你1万 这个事就了了 OK 最后21家就变成了3家 是 对 龙灿先生 你讲这个例子非常的生动 也很能说明问题 但是现在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 等在我们的线上 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山西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陕西的 陕西好 陕西的高先生 请讲 我想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的老家是 在我们西北这儿 有一个就中等的城市 然后我的老家 这个城市有 有不到30里的路 就是农村嘛 我们那儿应该是环境比较好 空气比较好 可是我回家去了以后 这几年我发现 我们那个地方就是 得这个病的 就是应该说是脑梗的病 脑瘸管的病特别多 就是我算了一下 我们那个队里面 就我们那个队 我不知道有多少户 就是和两三家 往前就有一家 诞生贪患呀 或者是癌症呀 就是这几年 按理说又不属于癌症村 我们周围也没有化工厂 可是这种病例特别多 包括癌症也特别多 而且有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80岁的老人多 然后是得绝症的 不60岁的人多 就是很奇怪 你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而且我感觉是水质的问题吧 因为是跟水肯定有关系 我们的水我测过 就跟我们的空气一样 我原来测过一回 水质是400多 就是水是咸的 我想请教一下专家 这个咸的这个水 是不是对人有害呢 这个是我感觉到奇怪 另外的我想说一句 就是我们国家 由于这个敌权体制所 导致的腐败 应该是渗透到了 生活的各个角落 而且是广泛 而且是比较深 没有一个地方不溃烂 我是搞教育的 好 谢谢教育工作者高先生 接下来请天津的曾先生 郑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郑先生您好 您好 我知道我那个 有一个亲家在养鸡场 养鸡场是因为什么 他那个鸡已经病了 再如果不处理 他养鸡场他是下蛋的 如果他不处理 马上一大批好几万这件事 他快死的时候 全部推出去 鸡场 马上就到超市卖了 这种不是说 人们都为了利益 已经不需要手段了 不是说他这个体制 体制当然有原因 但人心他都坏了 因为没有这个宗教 宗教可以改变人的良心 共产党几十年统治 把这个宗教 把这个压制宗教 他那一天 他根本就约束不了 这个人的心灵 最好的法律都可以 偷一取巧 我心里想什么 法律制不了 宗教可以制灵 宗教你想什么 坏的东西 宗教可以 好的 好 谢谢天津的郑先生 接下来请吉林的吴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还有湖北的张先生 请你们二位 简短一些 我们这个话题讨论 时间升得不多了 好 吉林的吴先生 您好 好 我想今天美国之音 对这个中国政府 对中国农业的门 领导先呼吁一下 就是啥呢 我们这个化肥啊 随便使 你这个只要你花钱 就可以买到肥 你就是 国家有一定的限量 随便往下使 这土地固然 才怪了呢 你知道 是 好 你要给它 美国给它定量 我们跟前 就是有一个 有这个潜水的影子精髓 20年前它是很好的 现在就有点淡了吧 这个味儿了 好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 最后是 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最近我听说 这个香港 要排除大陆人 我觉得 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因为 就是香港 大陆人 就是 专门化 我觉得我们大陆人 把这种 不好的东西 不应该 不应该 去化香港 不应该去污染香港 好的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现状 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 两位嘉宾 各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怎么办 出路在哪里 清莲 首先请你来谈一谈 中国的食品生产 从这个生产 加工到监管 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 人人害我 害人人的机制 那么 如果要自理 就从每个房间下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 我也看不到出路 在这个问题上 很悲观 那么龙灿先生 你有什么办法 是法律的问题 是执法的问题 是民心的问题 宗教的问题 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 怎么解决 只有一个制度的问题 制度这个根植出问题了 我们这个 用一个 劣币淘汰良币的制度 试图去建设一个 所谓美好的伊甸园 我觉得这个 太幽默了一点 完全不可能 首先 他们把自己的利益 看得太重 他们满嘴弹的都是主义 世界上干的全是生意 你说 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下 我们怎么可能 去做一些 比较稍微正常一点的事情 我就这个观点 好的 谢谢龙灿先生 那么这届的节目 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下面我们为大家播报 插播一条新的新闻 这是在新疆乌鲁木齐方面 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 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南站 星期三晚上 七点左右发生了爆炸事件 据报有人员受伤 目前救护车已经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 但是还不清楚 是否有人在爆炸事件中死亡 有网民通过互联网上传了爆炸事件现场的照片 目击者也看到 乌鲁木齐火车站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军警 中国即将从明天开始进入五一黄金州各地的火车站和飞机场 以及高速公路都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现象 这次爆炸事件是在习近平刚刚视察了新疆之后发生的 好 这个突发新闻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非常感谢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 以及中国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 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报道 另外5月3号是联合国新闻自由日 而就在几天以前 中国著名女记者联合国第一位新闻自由奖获得者高瑜 与外界失联 目前仍然下落不明 中国的新闻自由在哪里 记者安全在何处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原因 这个火腿制度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大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敏感的 你们有多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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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客 中华民国政府败胜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项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维止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5月3号是联合国新闻自由日 就在几天前 中国著名女记者 联合国第一位新闻自由奖获得者高瑜 与外界失去联系 目前仍然下落不明 近年来中国有良知和职业操守的新闻从业人员 为揭露政府的腐败 环境的破坏 民生的苦难 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但是当局呢 对新闻自由的打压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高瑜事件呢 再次凸显出中国新闻缺乏自由的窘状 以及独立新闻从业人员 缺乏法律保障 饱受当局打压的境界 今天时大家谈节目呢 继续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 请你锁定收看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 高瑜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几天了 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任何的音信 而且这个非常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高瑜女士本人 她就是联合国第一个世界新闻独立日 世界新闻独立奖的这么一个获得者 请您说一下 这个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明了中国现在缺乏新闻自由的状况 我的看法可能稍微有点不同 我觉得高瑜事件呢 是从更广过的层面 反映了这个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 因为高瑜呢 从这个1989年以后啊 就逐步退出新闻界了 她也她目前呢 也不是因为她发布了什么新闻的报道 而只是因为她呢 接受外台采访 包括可能在推特上面发表了一点言论吧 到底具体是因为哪些言论 或者是因为六十之前被失踪 我们还不清楚 但是她的她失踪的事情 确实是反映了中国老百姓 言论受到严重管制的射手 好 谢谢何局士 接下来我想问问龙灿先生 龙先生您是刚刚出离中国的 这个中国资深的媒体人 而且是一位调查记者 那么作为您身在其中呢 这样一种感触 请您给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下 好吗 啊 我们是坐在井底仰望星空 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 在中国当记者 本身就是一个 记者这个职业本身是很辛苦的 在中国当记者 那真的就是一种悲哀 如果你想在中国当一个非常有良知 非常职业而专业的记者 那真的就是绝路了 嗯 好 那你们就是所面临的这些压力的话呢 就是您直接感受到的 比方说这个政府方面呢 还有就是从这个司法方面呢 以及另外的就是老百姓方面呢 对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就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呃 我这么说吧 现在我的两个同事还在监狱里 嗯 一个是刘虎 一个是陈宝成 刘虎应该说他还是一个比较勇敢的记者 陈宝成是一个很纯粹的书生 当时我们都是一个部门 都是新闻中心外派的调查记者 现在他们两个都在监狱里 嗯 你说 是 龙灿 你刚才谈到你的同事 以前的在一起工作的记者 不知道你收到没有收到这个消息 就是吴国界记者 这个新闻自由的组织 今天公布了世界上100位捍卫新闻自由英雄榜 其中中国的三名人士榜上有名 一个是天网的创办人黄奇 另外一个是前成都商报的资深记者 你的同事李建军 还有你刚才谈到的新快报 原来新快报的记者刘虎 那么你对他们三个人获得这一奖项 有什么感想 首先这三个人我都非常了解 李建军是我的同事 刘虎也是我的同事 我们都是成都商报的同事 成都商报当年唯一从外面引进了一批 所谓的优秀的记者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 我当时是他们的所谓的一级 也就是首席 最后这一批人全部被干掉 被成都商报和宣传部门联手干掉 李建军当初就因为 中宣部开除我的时候 李建军说了我几句好话 就马上被开除了 李建军写了一封公开信 刘虎也是我被开除之后 很快就被变相的乐定离开 去了新快报 最后现在是监狱里 李建军现在流亡 流亡在香港 我现在待在美国 陈宝成带着言语 李建军现在也被失业 我们当时的那个团队里面 现在几乎无一进程 李建军现在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 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 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 因为5月3号 也就是这个星期六 将是联合国的新闻自由日 好 首先一位呢 是宁夏的高先生 高先生您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讲 高瑜 你好 高瑜是第一个 获得联合国新闻自由奖的中国人 这是咱们中国知识费所的荣耀 高瑜女士 她为了推动中国的自由 个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饱受中共黑社会 法西斯政府的破坏 如果高瑜真的有罪的话 法庭审判定罪就行了嘛 法律不是堂堂正正 更光明正大的东西嘛 为什么不敢公开抓捕 公开谁派呢 秘密失踪这算什么嘛 只能证明中共 它不再就是一个黑社会 黑社会性质的政府 而且就是一个 由秘密警察组成的 法西斯专制政府 就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 用盖世太保 进行秘密的迫害自由人士 扼杀民主 另外我对何庭林女士 非常非常的敬佩 她的心态化信仅 我尽可能用最大的努力 推进给我所有认识的朋友 让他们看 她是我们中国知识会 的良心 非常感谢 好 谢谢您向高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杨先生 杨先生 你好 喂 你好 您好 您好 我有十一年没有跟你通电话了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里 这个公共知识分子 经常写些这个 有一句话 就是说马克思讲的 这个没有新闻自由 一切自由都成为泡影 我不知道这句话 是不是马克思讲的 还有我就关注这个 我们国家的中国 我们这个民国时代的 这个一个老报人 叫龚德伯 龚德伯 这个旧国日报 旧国日报 我听老年人见 九十年前 我听老年人见 是在群归 有相当陰险的一张报纸 这个报纸 他共产难以骂 国民难以骂 但是简介石先生呢 他是喜欢看这个报纸的 最后龚德伯先生呢 就到台湾去了 这个龚德伯先生这个报纸 一直在大楼没有隐印 知道吗 五十年代有隐印了一批报纸 到八十年代有隐印了一批报纸 比如说这个 1902年的大公报 这个1916年的城报 这个1916年的 还有这个 这个邵立子班的 这个野储船班的 这个民国日报等等 这些报纸 还有共产党这个1938年 办的这个新闻华日报 1941年办的这个解放日报 它都有隐印笔 隐印笔 但是这个 这个龚德伯先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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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救国日报啊 但是我查了好多书 大陆出版的 1954年出版的 这个张静奴先生 编达这个 中国建设 所以是安徽本 也没有 安徽本 我不知道这个 将来你有机会的话 到美国 华盛顿的 美国国会的图书馆 那里面收藏了很多 你在中国大陆 看不到的 报刊的这个 微缩的影印本 如果你有机会到美国的话 我可以陪你去到美国国会山 一起 国会图书馆一起来查一查 谢谢您谈一下 中国这个 新闻历史上 争取新闻自由的 过去的一页 接下来请天津的 郑先生来参加讨论 郑先生您好 您有什么看法 好 我是郑先生 那个 查什丁里法律 规定什么 正义 正义 什么叫正义 正义就是给每一个人 公平的那一份 我的那份 说话的权利 就业的权利 选举的权利没有 就是共产党爱听分层 裴根说 人最大分寸是喜欢留给自己的 我那时候权利没有了 那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还有什么公道可言 所以这个政府啊 他听不去人民的说话 正常的说话 正义的说话 正义的说话 正言 他就快了 他就快倒霉了 所以我们要追求这种说话的权 什么是民主 是 我们社会有人说 社会工作中最有效的 最理智的 最公正的方式就是民主 我们这个说话权利没有了 还有民主吗 所以我们要追求民主 追求说话的权利 大家敢畅所欲言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 首先要追求结社的权利 说话的权利 把这个言论达到了 我看中国的民主 就有一定的希望了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好 接下来我想请何清莲女士来回应一下 那么刚才几位谈到 目前的中国新闻自由的这个现状 那么我还想问您一下 就是说说到这个新闻自由呢 我们看到其实它有两块 一块是这个传统媒体 那么现在呢 引人注目的这个新媒体 其实这两个方面呢 实际上呢 都是受到了这个相当大的掌控 那么这两者之间呢 目前这个政府对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掌控方面 有哪一些这个差别 那么是不是对新媒体的这个重视程度呢 这个重视当然是打着引号啊 也越来越高呢 第一点呢 刚才是很多读者 很多听众讲的都很对 中国的民主法将来第一步 必然是言论自由和这个新闻自由 如果没有这一点 应该说民主法无法起步 第二点呢 就是隆畅先生刚才的叙述呢 让我详细我那种误索中国的牺牲者墨云 他们今天的经历 就是过去我在中国的经历 这个牺牲者墨云呢 还在继续去扩大 那么接下来我想回答这个主持人宇宙的问题 就是对这个传统媒体和互联网 这种新兴媒体的管控有什么不同 应该说呢 这个传统媒体的管控呢 中国共产党已经及几十年之经验 目前呢 已经管得非常严密 那么其中呢 就是一个呢 是靠这个组织人事控制 然后呢 就是控制了大家的放晚 卡住大家的位 然后让大家自律 然后再和这个什么呢 事后的审读审听审看 先结果 随意操作余地已经不大 每一个试图去挑战这个体制的记者呢 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是在这个 互联网方面呢 应该说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最大 因为这个新闻呢 每天都在发生 而且每天都有很多事情 防控呢 没有办法控制的内容 所以记者呢 也利用这个时间差 在这个互联网上呢 发布一点东西 但是 应该说这里是一个管理部门 就是宣传部门 晚间部门 和这个媒体 还有记者之间呢 的一种互动过程 嗯 现在呢就是 我自己知道呢 就是这个互联网的那些小编门 也知道如果管的态势呢 网站就不活跃 可能呢 就会影响商业收益 所以他们就打一点擦边球 就是让一条消息 可能呢 在十多分钟停留一下 然后就立刻删掉 但十多分钟呢 通过微博呢 已经形成一种广泛的那个传播效应 嗯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网络监控方面呢 中国共产党呢 现在是 我这样概括吧 第一呢 是用这个六十岁以上的 前互联网时代的人的思维 来应对这个互联网时代的 媒体 这是一点 嗯 那么就是我最近看这个海关检查 就是说加强这个从香港 呃 到大陆旅游这个 关卡检查 就是怕大家带印刷品进去 嗯 他们也不想想 这个能读印刷品的人 目前是什么人 基本六十多岁不看互联网的 嗯 只要能翻钱 很多消息 以及先于这个 印刷媒体知道 嗯 所以我该 这就是刚才 我认证第一个特点的一个事例 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呢 在这个网互联网行业呢 应该说 对这个网络监控 贡献了一个巨大的什么的产业 那中国现在这个 从这个信息分析员 舆情监测员 到这个五毛 应该从业人员呢 应该大概是加起来几百万 像这个舆情监测的 他们自己控制 说在全国呢 有两百多万人 从业人员 这是前年公布的 那么这个五毛呢 在数量吧 应该也不低于这个 所以 呃 我曾经算了一下 就是 按照他们提供的数据 这个舆情监测呢 就已经超过中国好多产业的 总产值 但是这个舆情监测 是不创造价值 只消耗纳税人的钱 和这个价值的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还是一个值得继续 继续观察的领域 好的 呃 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龙灿先生来谈一谈 您认为中国新闻 自由未来的突破口在哪里 另外想请你对你的同事 还有中国这个广大的新闻从业人员 有什么希望有什么寄予 好的 出入目前是看不到的 但是有一点 互联网给我 我们带来了一点点希望 尽管曾经有一句话 说微博改变中国 结果是微博没有改变中国 先把自己改变 必须要实名 呃 这个体系已经不堪重 我想对我的同事们同行们 说的是 我就引用一个前辈的一句话 不要因为前面是红灯 我们就停下脚步 我们慢慢的向前走 也许当我们走到路口的时候 红灯就变绿灯 好 谢谢龙灿先生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两个话题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 分别是 第一个 舌尖上的中国 他的食品危机是否迫在眉睫 另外一个呢 是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 我们来观看中国的 新闻自由的现状 感谢经济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 以及在洛杉矶的 中国资深调查记者龙灿先生 好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 时时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另外时时大家谈节目 已经登陆各社交媒体名台 希望您能够更直接更频繁 和我们互动 明天的时时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将讨论中国的群体事件 和中国政府没有据点的反腐 这两个话题 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宇周 祝您晚安 我是宝身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愿意 我愿意 你能试一下 我愿意 你能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